随着桃園巴德合宜住宅弊案持续延烧 这项政策也被外界检讨 像是台北市副市长张金二等专家学者 都不看好合宜住宅 认为无法落实居住正义 而营建署还会不会继续推行呢 对此署长丁玉群表示 中央未来的重点将会放在推动社会住宅 巴德合宜住宅爆发贪毒 营建署长丁玉群亲自出马调查 丁玉群说未来要朝社会住宅着手 中央应该不会再推这个合宜住宅 我们已推动这个住宅法所说的 只租不租的社会住宅 至于地方他要推动呢 合宜住宅 我想合宜住宅基本上也有他一定的功能 合宜住宅政策现在看来不像原乐居住正义 反倒是保了建商的口袋 台北市副市长张金二也表示 这个制度的确有问题 保障5%最多到一成 保障给弱势族群 保障给低售入户 变成说有90%以上 甚至他包含一楼的店面 也是开放人家买卖 不但有转卖好几手的问题 现在又爆发官商勾结合宜住宅 地方民间都是骂声一片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